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個禮拜我們一起學三條數 第一條數就是你們練習9a的第八條 你看到括弧外面有個指數,有個3的指數 我們要怎樣做? 記不記得括弧外面的要怎樣移回入面的項目呢? 括弧外面首先我們要分給所有項目 分給x4次,y9次,還有就是2 所以我們要怎樣分呢? 根據指數定律,我們要知道 分子就是x4次方,然後要乘3 對,沒錯,下面的分母就是2 本身2的1次方等於2,所以這裡也寫1乘3 然後y的9次方也是要乘3 所以我們做得到,先用黑色 我們做得到,原來上面的分子就是x4,3,12,12次方 下面我們得到2的3次方 y的27次方 好了,那我們這一步是不是做完呢? 我們還差一點點,因為你看到這裡有個2的3次方 所以我們按一按計算機,我們會計得到 分子按照寫x12次方 2的3次方是8 然後我們旁邊也寫乘y的27次方 那我們就做完一條數了 非常簡單,兩分鐘就可以做到一些數 那麼我們呢,學多點,練多點 因為這些數是普通的加減乘除數 那麼呢,希望你們學了之後 考試得到更多的分子 那麼這一條數就交完了 希望你們繼續收看下一條數,拜拜! 拜拜!